总的来说美军正在觉醒 他们意识到战争的面貌正在改变 他们需要适应这种变化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要聊的话题有那么一点点的重磅 那就是美军正在从俄乌冲突中汲取灵感 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作战方式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那么这关系到了未来战争的面貌 甚至呢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的安全格局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背景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就报道说 美国呢正在放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 这种标志性的一个评判战术 转而呢为更大规模的冲突来做准备 这背后的推动力正是俄乌冲突 这场战争呢已经进入了第三年 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是战斗呢远远没有结束 五角大楼看到了战场上形势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精确武器 无人机和数字监视 这些都在改变战争的规则 美军的规划者们呢正在密切的关注着这场战争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 他们对双方的教训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这个机密研究 那这将为下一个国防战略提供重要的信息 从地面机动到空中力量 从信息战到远程火力 美军正在全面的审视着自己的作战能力 俄乌冲突中啊挑战了美军的一些核心假设 比如他们曾经认为这个昂贵的精准武器 是赢得冲突的关键 但是呢乌克兰的经验就表明 这些武器在电子干扰下很有可能啊 并不是那么的有效 乌克兰军队的调整呢将这个老式的非制导火炮 与传感器和无人机进行结合 那么提高了射击的精准度 这就给美军带来了新的启示 美军还在观察自杀式无人机的使用 那么这些无人机价格低廉 能够躲避监测 他们的大量使用呢 迫使美军考虑自身的能力的一个差距 美军在最近的冲突中 主要使用这种大型的昂贵的无人机 而在乌克兰领导者将这个监视和攻击能力 交到了单个士兵的手中 那这种小型部队的自主权 是美国军队最近才开始尝试的 我们说美军从这个俄乌冲突中汲取的灵感呢 已经开始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上了 陆军开始尝试使用无人机 投掷小型的弹药 这是伊斯兰国组织所使用的一种策略 那么后来在乌克兰成为了一种主流 陆军还决定废除影子和大压这两个无人侦察机平台 因为他们在现代冲突中的这个生存能力是不足的 尽管俄乌冲突推动了战场创新 但是我们看到美军的911战争遗产影响仍然是非常的大 美军在中东的部署和基地的选择 仍然是受到过去战争的一个影响 美军的新士兵训练中心墙上挂着的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时间 这就反映了美军对过去经验的一种尊重 但是同时也可能会限制了他们对未来战争的适应 总的来说美军正在觉醒 他们意识到了战争的面貌正在改变 他们需要适应这种变化 那么从俄乌冲突中学习 不仅是为了应对当前的挑战 更是为了准备未来的战争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但是也是必要的一个过程 那么美军的这一转变 很可能会对全球军事战略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 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 大家对美军的这一转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见